今天來到翔準店 看一下這次的新貨有到什麼 哈囉 可以幫我介紹一下最新款的背心嗎 它現在這款新的背心 它就是採用這種雷射切根的模組化設計 然後它的彈腳本身前面有一個三連式盤仔套 然後它是做這種插扣式魔鬼斬 其他人說你可以把這兩個插扣直接這樣解開 然後這樣撕起來之後它就可以去做一個就是 相同牌子的胸罐的一個搭配 然後它基本上原廠設定 這邊就是做一個這種快扣式 你只要把它這個拉繩向上拉 往下拆 哇好快速 然後就可以做一個就是筷子這樣子 哇那如果今天要穿起來呢 就是一樣就是照正常的背心的穿衣方法 然後就把它的這邊 這樣子從下來看 啊 後起來啊超過的 好 所以它也是可以往上滑的 其實應該是可以方向應該是可以的 就OK的 好 好它前方就是有三個MFO的彈夾彈 三個一半的布槍的彈夾彈 沒錯然後它的側邊 它的側邊比較特別是說 它的第一格是一般的手槍規格的彈夾彈 就像左右兩邊的第一個都是手槍 對跟長的 沒錯 然後第二個攤子就是一個像MFO系列的MFO彈夾彈 那這應該是位置性格彈夾 所以你要重拿起來 對 但是你有很多備用彈夾 對 那不過這沒關係 它的這邊其實有做一個雷射切割的模擬化設計 所以這邊你如果沒有去應用到它的裝彈夾功能的話 它也可以就是說去額外裝一些側邊的一些包具 或是一些其他的配件 對 就是有一個多用途的一個應用化的東西 好 所以這件背心總共可以裝 三四五六七個MFO彈夾跟兩個手槍彈夾 好 那我想看一下背面的部分 背面的話其實就沒有太多的特殊設計 就是跟它的MFO彈夾彈夾彈一樣 沒錯 雷射切割式的模擬化設計 那我想要看一下它的內部 它跟一般的背心插在哪裡 你看它一般背心內部比較大的差異是說 它基本上是有做一個就是 稍微加厚的一個內容 那你一樣可以就是從底下的魔鬼端 打開去裝一個就是抗蛋板的部分 沒錯 然後你把它這樣搬起來之後 它裡面一樣有做 有點像是這種魔鬼端設計的一個算是內側 它可以就是增加你背心在穿搭 穿著的時候的一個算是貼熱度 舒適度 對舒適性 比較透氣 對對對 看起來很棒 它其實不用裝抗蛋板的時候就還蠻挺的 那你如果想要更好的話 然後幸福的話你也可以再查兩片 看看茶白在裡面 那你可以裝泡棉和塑膠的起動 好謝謝 好這就是我們的新品報 謝謝